设计师考入门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设计师考入门课程 在了解完同理以及观察 还有访谈的内容之后 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同理的第三个方法 沉浸法 在谈到沉浸法之前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在emphasize 也就是同理这个阶段 我们要做到的事情是 深入的了解使用者 尝试以使用者的角度看这个世界 透过他的角度 来了解他所做出的行为 想法及情绪 等等背后的原因为何 要能够了解使用者 除了访谈和观察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的就是 沉浸到使用者的生活环境当中 去了解他 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沉浸法的故事 国外有一位人类学教授 Rebecca Nathan 她教授15年来 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了解 自己的学生了 发现学生越来越少跟他聊天 上课时常常会做出 他无法理解的行为等等 而这个不理解 让他无法再好好为学生设计 符合他们需要的课程 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重新念一次大学 他以大学生的身份 申请了自己任教的大学 与一般的大一新生 入住宿舍 透过选课系统选课 并出席了新生训练等等大一新生的活动 在过程中 她发现了现在年轻人的生活中 充满着她以前从来没有的活动 也多了很多她听不懂的流行网路用语 因此Rebecca Nelson教授花了很多时间 学着当一名大一新生 与其他同学建立关系 融入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 教授才体会到 原来自己所开示的课程 对学生来说 只是众多课程中的其中一个选项 所以学生并未花过多的时间 在课堂中以及课程的报告上面 而这位教授将自己重新读 以此大学的这个故事呢 出版成了一本书叫 当教授变成学生 希望有更多的老师们 可以多多的以学生的角度 重新去反思自己所设计的教案 是否有符合学生的需求 又或者是否已经 不适用于新生代的学生了 所以沉浸法简单来说 就是让自己放下原有的偏见 用身体力行的方法 去体验这个使用者 每天身处的环境 所的语言 交流的对象 以及做的事情等等 以她的眼睛来看 这个世界以她的角度来理解事情 并且以她的想法做出相对应的行为 在这整个沉浸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真正了解到说 哦 原来她会这么做 这是为什么啊 但我们可能并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或机会可以像 Rebecca Nathan教授一样 花整整一年的时间去沉浸 所以在这边要教大家两个简单的沉浸方法 第一种 模拟式沉浸法 你可以跟着你的使用者生活一天 体验他的生活是怎么过的 就像是知名YouTube频道 木耀室超玩 的一日系列 主持人体验了各行各业一天的生活 从中才能体会每一个行业的辛苦 以及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同样的你也给花一天的时间 坐上轮椅或蒙上眼睛 或是跟着使用者一起工作 来模拟使用者的状态 去体会他的生活 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坐轮椅的人来说 一般普通的开门动作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他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与力气将门打开 我们透过模拟式沉浸法的方式 才可以更了解他们的感受 与过程中需要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 同学也可以坐上轮椅 去体验你原本走过的这些 上课的路、回家的路 是否对于坐轮椅的人士来说 是非常困难行走的 又或者他们在这段过程当中 遇上了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了解到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这么说以及这么想 第二种 引向事成禁法 你可以请你的使用者在头上或是身上 背着一台小型相机 请他进行一整天的录影 透过使用者头上的影像画面 你可以模拟他的视角 来看看他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 他的眼睛都会关注在哪些事上面 在神经的过程中 你也可以运用到观察与访谈的技巧 从中去问使用者 为什么这么做 来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使用者 我们将相机置于使用者身上 并透过他眼睛的视角来发觉 我们发现 使用者在使用电梯时 无法马上找到他想点击的楼层 此时我们就可以透过访谈的方式 来询问他为什么会无法快速地辨识出楼层的数字等等 以上就是沉浸法的介绍 如果你看到这边 你发现知识量已经太大 已经记不起刚刚到底说些什么 没关系 我建议你先按下暂停键 然后拿出纸跟笔 先把你刚刚还记得的东西先写下来 好 现在你应该已经写下了一些东西 如果你发现你好像记不太起 沉浸法的内容是什么 没关系 那我们这边再提醒你一次 其实沉浸法只是同理的其中一种方法而已 所以你只要记得 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的偏见放下 用使用者的角度看世界 那其实不管什么方法都可以达到同理的这个目标哦 看完了这支影片 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 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 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进行交流与讨论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